中兴网10月1日点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地时间9月29日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4周年之际 他仅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祝贺 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 仅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他又谈到美国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上最严峻的挑战 欢迎中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他列出五个领域 包括气候危机 公共卫生 打击毒品 粮食安全 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 布林肯还祝福中国人民 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及繁荣 布林肯在声明中谈到 美国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上最严峻的挑战 日前 中美两个副部长及工作组已经成立 这些新机制的建立 标志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恢复了定期经济对话 为双方寻求弥合分歧 创造更多的机会文 财经特派记者 金燕 发自华盛顿 北京和华盛顿正在推进中美间的高层官员交流 双方开始侧重于接触 以确保大国竞争的关系不会演变成冲突 过去数月来 多位美国内阁高级官员到访中国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当地时间9月18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6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马尔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多轮会晤 双方围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王毅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 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力不容剥夺 双方同意 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双方高层交往 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海洋事务磋商 外交政策磋商 双方探讨了进一步支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措施等 2023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基金会主席鲍尔森一行 王毅表示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也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走回头路没有前途 开历史倒车 只会碾压自己 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 连续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为中美关系 指明了前行方向 提供了共同遵循 希望美方对华政策 重回理性五十轨道 采取切实行动 拉长正面清单 缩小负面清单 和中方一道 探索中美两个大国 和平相处之道 据悉 目前中美双方正在讨论 更高级别的访问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9日 与美国戴维莹 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谈后 对媒体表示 预计会在今年11月的旧金山 APEC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中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改善两国关系的基调 双方加强互动 意味着中美关系向好的迹象 已开始显露 当地时间9月29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 X原推特上发帖 送中秋节祝福 拜登写道 在这个中秋佳节 我和吉尔祝福每一个团聚 感恩和祈祷的家庭 都能开心快乐 丰衣足食 此前 国家主席习近平 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主席格林 和飞虎队老兵默耶 麦克马伦说 西十七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需要西十七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 希望飞虎队精神 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主席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 并应美方邀请 2023年9月27日 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在华盛顿 同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双方围绕中美关系 亚太地区形势 各自地区政策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 坦诚 深入建设性的交换的意见 孙卫东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 孙卫东并就美国推行 所谓印太战略及南海等问题 表明中方立场 中方强调 中美在亚太开展良性互动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 双方同意 继续就亚太事务保持沟通 拜登政府当地时间9月29日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 兰伯特 Mark Lambert 为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最高官员 并将领导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Office of China Coordination 又被称为中国组China House的工作 中国组于去年年底成立 旨在统一和更好的协调跨区域 多项议题的中国政策 兰伯特是亚洲问题专家 曾两次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 最近担任副助理国务卿 主要负责日本 韩国和蒙古事务 并监管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他 兰伯特在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问题 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 制定一致的政策 以及保护国际体系完整性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 罗伯特 鲁宾 Robert Rubin 在2023外滩金融峰会上说 中美双方应该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 采取更多积极措施 对于中美来说 应该意识到一个原则问题 双方都是需要对方的 鲁宾表示 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表达 从脱钩转向以风险为基础 或以风险为重点 但依然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或不必要的冲击 维系强有力的中美关系的核心是 认识到两国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变化 核武器 人工智能和大流行病等风险 认识到两国合作将会为世界带来强大的感召力 鲁宾建议 两国元首可以持续沟通 以寻求共同利益 或召开更多类似外滩金融峰会一样的会议 邀请学术界 政界 商业 金融领域的人士广泛交流 增进各国相互理解 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本周促成了一名美国士兵被朝鲜释放的事宜 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于十天前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会晤中提起了这名美国士兵事件 这些最新的进展推进了两国政府在双边关系全面陷入紧张数月后一直在努力营造的势头 并表明习近平主席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地区领导人峰会的可能性增大 除了这次峰会以外 中国政府还在寻求与拜登举行一次单独的高调峰会 两国政府都认为这有可能推动数月来为稳定两国关系所做的事态性努力 两位国家领导人上一次会晤是2022年11月 在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主要经济体峰会之前 当时双方开始恢复已停滞的围绕全球优先事项的会谈 日前中美两个副部长及工作组已经成立 多位中美关系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美若要稳定关系需要类似的机制性安排 为双方寻求弥合分歧创造更多的机会 这些新机制的建立标志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恢复了定期经济对话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达到最高峰以来 这种对话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虽然和中美两国以往建立的对话机制相比 上述新成立工作组的涉及领域较小 讨论的话题范围相对有限 但中美关系的缓解仍在预热阶段 一个新的担忧是 美国官员担心如果发生政府停摆 可能令相关会晤或峰会计划进一步推迟 由于美国两党分歧加剧 目前12项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年度支出法案批准不到一半 如果在9月29、32日仍不能协商达成一致 也没有通过临时拨款法案 美国政府将在10月1日再次面临关门的窘境 美国政府日前已开始为停摆做准备 除非国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 否则联邦政府陷入瘫痪在所难免 并给美国造成损害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sias在本周一份报告指出 联邦政府10月1日关门的几率已升至90% 停摆的时间可能持续二至三周 puisque我们在特性中有的项目上提供下达很高免 安全地款法案批准备 选择达联邦政府 Research